中国教育留学交流中心6月16日公布 3993名香港文凭试考生报名申请到内地升读大学 占参加文凭试人数7.58% 比率创9年新高 总申请人数比起2019年增长了13.7% 连同港澳台连昭、北大清华等六校自主招生 港生内地升学报名总数超过万人 京港学术交流中心学术与培训部主任邹崇华表示 香港近期发生的暴乱 让很多家长和学生考虑去学习环境更稳定的内地读书 周崇华谈到 香港中文大学、理工大学等多所大学 在修理风波期间遭黑豹分子占领并破坏 教学研究发展大受打击 很多家长和学生考虑社会安全因素 纷纷选择离开较为纷乱的环境去内地就读 去年6月份以来 香港发生了全首未有的这样一个暴力违法的事件 我想这个是过去香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这个反应新一届的这些高中生和他们的家长的一个担心 应该是他们觉得到内地的高校去接受高等教育 在目前这样一个对比来看可能起来更放心一点 周崇华表示 越来越多港生选择内地的原因 还有内地高校的办学质量在稳步提升 得到了家长的认可 同时内地对于港澳台学生的读书和就业政策也在不断放宽 参与文平市招生计划的内地高校 从最初的60多所增加到现在的122所 香港学生也希望在内地有更多就业机遇 如果在内地读大学会比较了解内地市场 获得人脉资源 普通化水平也得到提升 这些年内地不断的开放的政策 我想也是对他们的一个吸引他们到内地去 就发展这个读书的一个因素 内地和香港相比 在这个毕业生的这个薪酬待遇这方面 这个差距在急剧的缩小 甚至有一些行业 可能他们在内地获得的这个报酬高于香港 比如说像在这个广东深圳这些地方 华为腾讯这些公司 据了解 2020年香港文平市考生申请上海市大学的人数 同比增长28% 申请广东省大学的人数同比增长22% 邹崇华表示 这说明香港学生比较青睐 在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地区发展 而考生首志愿报考人数最多的五间大学 依次是中山大学 济南大学 复旦大学 厦门大学 及清华大学 最受欢迎学科为精管金融 医学 工程 语言 以及新闻传播 邹崇华相信 未来随着香港和全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强 今后会有更多的港生报考内地高校 学生 科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